像眼前这一盘满色翡翠 竟都是出自这块价值6.8万的墨弯机 今天我将以这块料子为例 看它是如何从5位数取出6位数的货 这个料子如果是有看过我们作品的朋友 就知道这是我们58的价格拿下的 粉丝看到我们作品后 第一时间联系我们 以68的价格加了1万拿走了 后面来粉丝就把开窗处继续扩大了 直接拿去线切了一刀 它的种水颜色都是达到贱面级 那它就一直闲置放着 它货量是很大的 一般人它解不出它的价值 你看它这里是这么多货量 但是它很难取 这里还有那么多色 你看咱们刚刚取出来的这片 别看它花 但它种很好 等一下要磨一颗蛋面看一下效果 谁一遍拿了个角出来 瞬间就升价被增了 变成材料了 你看这个颜色就放出来了 现在还只是轻轻地拉了一下光 太美了 黑石头能取住一样的你看 这个颜色 这个种子 又出来一坨 这个好赞 这个种子 刚刚我们拿下去去切 一大坨 还没有那么多颜色 都有同行在那里问一下 那里还有一大坨还在切 还在分解 这一件是一个木纳的脱纱料啊 如果有熟悉的朋友都知道 这件是我们之前在缅甸帮粉丝代购的 那这一件的话就没太大的一个技术含量了 这里有一道葱链 把这个拿掉就行了 这个不用剥啊 这里是非常完整的一个挂件 好 那我们现在就安排切一刀 把这个面具拿 取两颗鸽子 这颗是木纳料里面取出来的 你注意看 这样的话 它是很冰的 因为咱们取得很厚啊 里面还跑出来飘花了 这是意外的一个惊喜啊 然后这一颗的话 就本来是能做两颗 效果会更好 但是咱们大哥既然是私人定制的话 就取他自己喜欢的啊 你看 整个都是满的啊 因为比较厚 太美了 私人定制的魅力就是定制你想要的 看一下磨出了几个大面啊 你看这颗是已经成型了 这得抛光了 还有一大堆啊 你看这些 都是可以出的 你看这里 还有这里 货头啊 这里都还没有去分解啊 这个部位这里 中间都是可以去分解的啊 下面也都下去了 谢谢大家